大家好 繼續收看直播環節 和大家解答股份問題的嘉賓 請來有藥材證券研究部副經理王偉何 Raffi 你好 我們看看大市方面情況 跌幅仍然比較多 近百分之一 二百二十三點 正在做二萬三千五百五十八點 可以留意 在這個市況上 應該有很多嘉賓公眾想問股 我們第一位接通的電話 是來自林山的 林山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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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什麼股份 有隻八五七 未有貨 可以持機吸入 想問多少 好的 先看看八五七 中石油做五個七毫七 跌幅超過百分之二 看回油價方面 有個較大的跌勢 今年的低位 看到庫存增加了很多 拉了油價下來 現在跌了百分之二下來 如果沒有貨的話 好不好趁低吸納呢 如果你真的想搏的話 我覺得不是不行的 但就真的稍為再打等線 我覺得就不要太心急 因為說一句 油價雖然昨天就急錯 但其實之前都說過 自己對油價看法 其實一向都比較審神 雖然我覺得未必會怎樣大跌 但再大升 其實都預料不會太多 所以你說都浪了高一段時間 可能個別 一受一些消息影響 稍為跌了幾百分之二 其實很合理 所以昨天晚上這樣跌下來 其實你可以叫做看法 都是比較正常 我覺得自己都預料是這樣走 所以你說以油價跌下來 對幾隻石油石法股 今天都有個壽類 當然157來說 你說是不是這個版法裡面最合適 之前都說過 如果這個版法最喜歡 自己就是360 但如果你真的要考慮這隻157 我覺得又不是不行的 但就稍為再打等 因為始終以走勢上去看 你看到一來就自從今年年初 見完6.4這些高位之後 都反覆回落 這一刻都跌穿了平均線之餘 今天再一個裂口再下來 我覺得短線來說 可能會試一試5.7這些支持位 如果你真的要去步的話 你看一下5.7這個位置 站不站得穩 如果站得穩沒有再跌穿 可以到時考慮5.7入市 上面來說到時看上去大概6.2這些位附近 而下面我覺得反而關鍵點 就大概5.5這個位置 我覺得失手這些位置 先行減幫你在離場 好的 要留意入市位5.7這個位置 幫到你問林先生OK嗎 OK 很清晰的 謝謝 好 謝謝你 我們就聽聽下位 現在聽眾優小姐的電話 優小姐你好 主持早安 早安 早安 我想請問什麼股票 我想請問兩隻股票 首先騰訊我是200元入了 我想請問Ruffy 他應該去到哪個位置可以沽出貨呢 那就不會封了 說他沒有貨 我想問他有沒有機會落到 去下一元哪個可以入得呢 麻煩兩位 我先收錢吧 麻煩你 好 OK 沒問題的 先看看騰訊 暫時在210個白鵬 暫時跌過4下來了 看回都厲害 在200元這個位置 就買了貨 都仍是有得賺的 但是現在就比較橫行一點點 你看到他的格局來講 就不是說有太大的突破 那什麼位置去定指賺呢 當然騰訊其實很多時候都說 如果你真的不急的話 中線當然我覺得不介意擺 這個不斷的問題 因為始終本身看法真的比較理想 但是剛才優秀也問到一點 就是200元買 那什麼位置吃虎呢 就是明顯地可能是一個短線部署為主 所以以短期來講 什麼位置去做指賺呢 我覺得反而傾向去看 那個勢或者走勢來講 會是多一點點 因為基本上才看到 本身也好 我覺得沒有太大左右性的改變 你如果要考慮吃虎 或者再拿著 就是短線去看看走勢 以回走勢去看 其實就即使去講 大概就208元左右 我覺得是這一陣比較大一點的支持位 我覺得你可以嘗試在208元做指賺 假設跌穿這位才考慮走貨 如果不穿的 其實我覺得可以先拿著它 上面來說 起碼都以上個月2月的高位 大概216元左右 做回目標價先 好 明白 另外一隻就是5號的匯孔 做62.9元 偏遠跌2.5元 本身沒有拿著貨 我想問一下 61元這個位置 有好不好去買入呢 當然如果能夠下61元 我覺得都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但當然也要留意一點 就是下61元的情況 叫做是很急 還是慢慢下 如果你下得很急 一下子對穿了61元 其實幾乎未住的勢 是做一步轉差的 到時候這樣罵 有少許風險 我覺得需要分開它怎樣下 但是我覺得比較即使的支持 就未必這麼快看回61元 因為說真的 以回控的看法 雖然近期就叫做橫行 或者悶一點 但是其實看法就叫做不過不失 即是你見到一方面 雖然也叫回舊的因素存在 雖然價格度沒有預期這麼多 而以來的始終以後市來說 都會受惠美國加息的因素 特別下星期美國都易吃 其實對這些叫做色差 即是受惠股 我覺得都可以有一個推動在這裏 所以未必即使 落到1元這麼低的位置 反而我覺得你這一陣體的支持位 放回62元左右 我覺得如果這一陣體是62元 而到時都站得定的話 其實都不妨可以做買入的位置 到時上面來說 以大概66元樓上做短期的目標價 如果是短線的部署的話 而下面反而到時就大概穿60元 考慮指示 即是短期 變相都是用2元 博上面挨近4元左右 或4元樓上 國際空間都充足 或者如果以這樣的部署 比較短線來說會適合一些 好的 明白 都可以非常清晰 謝謝Rafi姐姐解答 下一位的家庭觀眾是周小姐 周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問這隻8299 8299大唐銅金是嗎 是 他現在暫時停牌 你會不會問第二隻股份 他會不會說 我想問二公一的情況 看看Rafi可不可以解答 始終這也是一隻創業版的股份 8299大唐銅金 之前2月底的時候 就說要截讓72% 二公一 就停牌了 繼續 看之前 停牌之前是7,2元 也說 這次二公一 籌得的剩額大概1.31億元 當中已經打算用8800萬 用來還債 4300萬作營運資金 都繼續停牌 按年權基準買賣股份 最後的日期就是3月9日 其實這個日期是否有什麼意思在這裏呢 當然 你說以二公一公價兩仙 之前2月底就說這件事出來 預期就籌集大約1.3億元 剛才都說了 可能8000多萬用來還債 只是以這個公會舉動 意味著公司都比較缺錢 或者看法上也不算太理想 再加上公司 雖然現在停牌 但是之前來計 見到公布的業績 其實一直都是虧錢 或者不太好 所以本身基本面 我覺得都是一般般 而特別以今次公股這個情況上 明天就除靜 3月10日 即是變相 假設這一刻還拿著 到明天回來 你本身有公股的權利 但你下不考慮公 又會做了一步的抉擇 但以今次來說 當然比我自己 剛才說到業務又一般 拿錢回來又還錢 其實說真的 不太值得去公 以基本上來說 就不太值得去公 但以公股的條款 一來就二公一 一來公股的兩仙 對比現在七仙二 其實折引得很多 反正如果你不公 又變相被貪惑得很重要 這是一個很大的抉擇 假設你本身想這樣說 拿著不多貨 我會建議你不要公 任由它算數 即是因為本身你可能拿的貨也不多 變相再公下去 其實沒有理由再虧了 我覺得就不要考慮公 但假設你真的拿得很重貨 這個我覺得是自己衡量一下 如果你是太重貨的話 正如剛才都說了 你公股的條款這麼不好 有一點半局公的意味 但最終是公不公 我覺得你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但至於公司的質素上說 我自己就比較審慎一點 好 Ralphie說 如果建議你拿房不多 就不要公了 不要虧得那麼多 我都可以考慮他的建議 多謝你電話的內電 希望解答到你的問題 另外還有E-mail方面 有一位家庭觀眾姓李的 想問一下 復星國際656 他就說在11.88就拿了貨 之前12.6就沒有放了 前景上應該怎樣去看 暫時來說 都還未說是去到虧錢 不過都今天要跌近百分之二 南部是12元的位置 應該怎樣去處理呢 始終656就 當然看法上不是頑皮 對 或者很多時候都是靠一些 可能收購併佑 去到有個支持盈利表現 以往的確都做得是頗理想的 所以堅持大家的看法不差 但只不過這一輪 叫做一些聲後的一個回調 因為特別你看到 由去年10月尾開始起步 10.8 上到今年最高大概12.8 這些位置 面上升了10.2元 現在都是匯回百合指 回應幅度又不算特別誇張 甚至以12.8 去看 都跟去年9月份高位是差不多 變成兩個頂是慢慢形成了 所以這些位置明顯地大阻力 完成這下就有個借實回饋 好幸好你11.8元左右買 比較偏低一點 現在還有1毛左右的利用在手 但我覺得初步來說 你可以先看之前這陣子 一月尾二月初的環區間底位 大約11.8 亦是大約50天線左右 假設這些位置是守得住的 我覺得你可以先保持它 問題不大 但第一是11.8是跌穿的 如果你真的比較害怕少少 到時才考慮少少幾格 就走一走 我覺得是因為這一刻 先看11.8 這些位置現在 我覺得繼續持有著先 好啊 都解答了 WhatsApp方面 或者家庭觀眾 想問一隻992聯想 4.7元就拿了貨 上網在什麼價位呢 指洩位又如何定 看到聯想中4.6號 634是虧損的 應該怎樣部署呢 橫行階段當中 是啊 看法上當然就不好 好的啦 這股份有點麻煩 因為盈利表現上看 仍然是很令大家難觸摸 之前預計是否有反抵意味呢 但結果看到之前公佈業績 其實仍然是比較差一點 雖然整個價格仍然偏弱一點 而以來近 先比如說 股價屬於橫行為主 橫行大約4.6至4.8 這些位置是拉鋸為先 好幸好你大約4.7左右有貨 現在帳面上說不算太多 有幾格左右 所以其實還適合可以先拿著 但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博也好 我不是這麼建議博得太多 我覺得這股份看法上還有點戒心 雖然上面來說 看上去4.9 大概條50天線做回目標價 但反而下面比較關鍵 就算上面不跟著我定4.9也好 我覺得下面比較重要 下面來計 看去年6月的低位 4.5這些位 我覺得不跌穿 暫時問題也未算太大 但如果跌穿4.5 你先考慮去止蝕 我覺得先定住這個位置 但上面來說 你可以看著才考慮去基義食股 好 最重要是看著4.5的位置 暫時拿著都沒有問題 上網去到4.9 暫時定在這個位置 謝謝Rafi 講講詳盡分析 時間差不多 我和你做新報 有沒有持有以上股份 也沒有 謝謝 我們的問題環節先來到這裡